2032年地球会迎来一场太空危机吗? 为什么是在2032年呢? 因为在2014年12月27号 也就是去年底的时候 天物学家发现了一颗新的小行星 这个新的小行星被命名为2024YR4 这个小行星的直径被估计在50到100公尺之间 以目前的数据显示 它在2032年12月22号有可能会接近地球 也就是因为这样 地球会不会有一场太空危机 以及在10年后左右的时间 这一颗小行星对地球有一定的威胁性 虽然几率看似不高 但是对于很多天文专家而言 它已经足够让全球的科学界产生关注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2024年YR4是什么呢? 2024年的YR4其实是一颗小行星 它的尺寸可能和1908年的一颗陨石的大小差不多 这颗陨石造成了一个大爆炸 被称为通古斯大爆炸 当时在1908年的时候 有一颗50公尺左右的陨石 在西伯利亚上空爆炸 它摧毁了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 而小行星撞击地球 其实会不会影响大爆炸取决于它的大小跟撞击地点 如果它落入了海中 当然就比较不会产生大量的影响 但是如果落入城市中 就可能造成很大的毁灭新的灾难 而小行星的命名方式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这颗小行星为什么被命名为2024YR4呢? 小行星的命名方式 其实是遵守一个规则而定立的 国际天文学会联合会的规则定制的 2024年代表了这颗小行星 是在2024年被发现的 YR代表这一年所发现的小行星的序列代号 而4代表在YR这一组中所发现的顺序 如果小行星对未来人类有更大的影响的时候 其实它们还会再取到一个象征性的名称 以做正式的名称 当然如果2024YR4撞击地球 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呢? 以目前的观测数据显示 这颗小行星会撞击地球的比例的几率 大概有1.2%到1.3%左右 这个数据还在变动当中 随着科学家观测它的轨道 距离可能上升或是下降 当然如果它撞击了地球 要看它撞击的地点而决定 如果撞击在海洋 那就可能造成局部的海啸 沿海地区可能会产生海啸 如果陆地撞击 撞击在森林地带或是草原地带 那当然就有可能像是之前的通古斯大爆炸 摧毁大片的森林或草原 但是不会对人类造成大量的影响 如果撞击在陆地地区 那就可能会毁灭性某一个小城市 这个就是非常麻烦的地方 当然现在目前的数据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因为科学家还在观察它的轨道的变化性 那人类要怎么因应小行星的威胁呢 是当然有很多种方式 第一个是主动发射一些探测器 去摧毁这个小行星 当然也有可能用引力去牵引 用大型的探测器飞进小行星 利用微小的影响改变它的轨道 那当然也有可能用飞弹的模式或核爆的模式 透过爆炸力改变它的轨道 当然目前这颗小行星 到底会不会撞击地球 还不知道 因为我们目前以有限的资料看起来 这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机会 还是非常的低 大概在1.2%到1.3%左右 所以科学家还在持续监测它的轨道的变化 随着数据的观察的增加 这个预测未来会相对更加的精准 而且如果这颗小行星被发现 对人类的威胁性越来越大的时候 人类至少还有将近10年左右的时间 可以来应付它 这相对过去很多紧急的威胁 都还要充裕许多 不过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件事情 所以结论是我们应该要担心吗 2024 VR4 是一颗值得密切关注的小行星 但是它不代表末日的来临 人类的防御系统或是科技还在增加 所以我们对于近地小行星的监测能力也在提升 这件事情也提醒我们 小行星的撞击虽然机率非常的低 但是有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事件 所以全球的科学界还是持续的发展相关的技术 以保持未来更安全的人类的世界 所以最后2032年地球会不会有一场太空危机 我们就只能拭目以待 接着看下去了 好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喜欢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